主料,草鱼700克,韭菜100克,洋葱150克,辅量,油,盐,生抽,料酒,蒜头,生姜,小米辣50克,蚝油,蒸粉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草鱼处理干净切片,韭菜切断,洋葱切片,将蒜切粒,将鱼片装入买中,加入鸡蛋一个,生抽,料酒, 生粉拌匀腌20分钟,小米辣剁碎,尽量剁碎点,热油炒香将蒜粒,加入小米辣粒,倒入清水煮开,加入腌好的鱼鸡汤汁,加入适量的蚝油,加盖煮10分钟,开盖加入洋葱煮开,最后打上韭菜,热煮即可,烹饪技巧,在腌鱼的时候,其实可以只有一个半斤就好了,我是直接把蛋黄也加了进去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